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曉君 陳兒扁前總統的案情 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生的痛 甚至很多人 這是一生最大的恥辱 不想再去提他 不過從他被收押一直到判刑 到底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社會能夠不重視嗎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 許多人提到阿扁 那麼基本上都認為 他已經是過去式了 馬總統更是不斷的強調 他貪腐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委診院目前和危機 很多人相信他無罪 堅信他無罪 很多人心瓜頭 放不下去 法案現在那麼法院也都判了 人也被押了 可是為什麼 還是有那麼多人 堅信他是無罪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司法到底有沒有冤枉他 從收押到判刑 他到底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為什麼有一個好好的人 最好會變成這樣 我們今天試圖從司法層面 我們特別邀請到有顧綠熊律師 還有他的委任律師 扁的委任律師就是 那麼鄭文龍律師 還有陳時扁前總統的公子陳志忠 從司法層面來看看 我們也要從政治層面來看 扁岸在台灣 藍綠雙方似乎都無法切割他 在政治層面方面特別邀請的 前副總統呂秀蓮 還有金橫偉社長 我們從政治層面來了解 他未來可能什麼樣的發展 我們更需要從扁的病情來了解 到底扁的病情長起來 是不是有著不能說的秘密呢 在今天我們首度攝影棚當中來找出 那麼這三位醫師第一次 在攝影棚來共同出現 我們要看的是他的病因出在哪裡 為什麼是這樣的 更重要的是未來他的病情 可能會出現什麼的演變 首先我們邀請到那麼第一位 這是前台灣神經學會理事長 陳順正醫師 來跟我們現場歡迎您 各位觀眾大家好 直播好 是 第二位我們邀請到 這是台大柯文哲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第三位我們特別邀請到 是馬街醫院精神科醫師 也是台北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陳小喜教授 大家 平安 大家好 高舉上銬的雙手大喊抗議 2008年陳前總統被台北地方法院 以涉嫌貪污洗錢收納禁見 上車前高喊政治迫害這一幕 震驚社會 進入看守所的日子 被媒體捕捉到 穿著藍牌托跑步 20分鐘的放風非常珍貴 因為球房只有1.38平 沒床 沒桌椅 鞋子長期趴地 不只胃食道逆流 還患有嚴重憂鬱症 有沒有 身體有沒有講好 2012年9月 警力重重接護就醫 臉色發黑 臉神栽痣 見他結果出了頭痛 口齒不清 輕微中風 這已經使他第六度 急性攝護腺炎 還出現迫害妄想症 根據我父親的描述 是半夜的時候 好幾百次的螞蟻 就爬進來 包括爬到棉被裡面去 所以看得出來的兩隻手 被咬得一個洞一個洞 那個傷口還清晰可見 從身體到精神飽受折磨 破解情況越來越嚴重 前行政院院長張俊雄 跟夫人朱阿英 來探視鋪紅的輪胖 立法委員賴事寶跟驚爆 阿扁無法喝尿時 北京想私療 法務部長曾永夫下令灌水 在監視擦得太妙 完全沒有所謂灌水嘛 他因為尿不出來 那醫生主務說 多給他喝一點水 那多喝水 怎麼會變成灌水呢 但老房內24小時開燈照明 監視行動形成折磨 阿扁對探視的立委 以身不如水來形容 2013年1月13號凌晨 疑似因為小腦病變 平衡出問題 在病房跌倒 監力為了監視他的舉動 用非常強烈的燈光照射他 24小時 然後23.5小時不讓他出去 這說很多理由 所以監力裡面的處理 對這位前總統是非常的不人道 對於北京拒絕保外就醫 專業醫師直言 待遇不合理 最終會打人逼風 司法人權淪落至此 台灣再度成了國際笑話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就是三位在最近 都密集看到了沉水扁 那麼也充分了解他的最新的狀況 我先請教是陳醫師 你最近有經常去看 也幫他做了一些測試 不過很可惜 這個測試的畫面 我們也看不到 也沒有辦法去公開 你幫他做什麼測試 你發現了什麼 那病情的狀況嚴重嗎 是這樣 陳總統我去看他 只要跟新台灣加油 國際台議都可以 沒關係 跟新台灣加油有很大的關聯 在九月中那時候有一個接撥 去討論陳總統的病情 那時候我病情聽下去了 我就覺得從他的病歷史 我就覺得不對勁 所以卡丁的意思是說 陳水扁總統的病情 神經協商 馬上要處理 那為什麼台灣的腦神經的專家 都沒有人出來講話 所以當時那個節目以後 那是在九月中心 就是跟新台灣加油的節目 那時候因為陳水扁總統突然間發聲 講話不好說 會大致 有個話說不出來 我就說 因為突然間發聲 所以突然間發聲 作主人就在想到中方 後來那時候住在宿頭 宿頭做一個核出工程掃描 結果報告裡面說 有成就性的腦梗塞 小的腦梗塞 如果這樣突然間發聲 他不會說的 我們當然很主人 想到鬧中風 所以我才說 哪有沒人要出來看 後來身經學會 還是腦中風協會出面出來 之後如果沒有人出來 所以立委跟我連絡說 你應該去看看 我在那裡看的時候 有一個立委 立委跟我 我如果有很好的朋友提親 說你比較小心的 那兩三個月前不會這樣 他說 他說他講話的方式不會這樣 所以我一邊來檢查 一邊檢查他 我發現說不對勁 他說話大致 你對我看得到我 他說 他講 但醫師 真多多多多 你來看我 會口氣這樣 他如果說一般的位是很順 但如果說特別的位 他就說不出來 你現在發生大致了 我就知道 在我的臨床經驗就知道說 那一種 部分的失憶症 有一些語言說不出來 所以我要去的時候就準備好了 我用一些圖像去測試 當我用這個圖像拿出來 我就說總統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鴨子嘛 他說不出來 他說不出來 他這個鴨子的名字 他說不出來 他說不出來 很久的月 他就說 那個跟別 among有少許的 我說什麼鴨子 他說鴨子 他對我說鴨子 就對你說了 對我說沒有問題 自己說出來有問題 那你對我說 這是什麼 統括嘛 他說不出來 他怎麼說 他說 說這就是人的買來負責的那個東西 也是這樣大肆這樣說 如果大肆這樣 想很久都說不出來 我說奇怪怎麼會這樣 但是我已經知道那個有名詞的失語症 有可能 就是那個 但是他有人說嘛 我說了他有人對我說嘛 所以表示那個議員 議員的宗室沒問題 但是要傳來議員宗室的心境症回來了 他的病變在心境症的部 如果電話好好 但是電話散拍 所以電話我都用這樣 所以我用那個最好看 譬如說 我說這是什麼他說不出來 平仔呢 對平仔他說不出來 但是他 看說最近我還要測試他也稍微想 他怎麼想去平仔說 他說這 這就是我 我剛剛開刀那個 鼻中隔 彎西 就是鼻子 他要來看 他要來看 譬如說這是什麼 他差不多要四十五秒的時間 他就說 這這這這 這就掛眼鏡 那可做眼鏡 這樣 都很難看出來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 他說 有來想很久了 還要自己摸摸摸摸 然後那個 信息出來說什麼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有病 當時 初步我就說 這 又我有看他的 核子公針掃描 測試判斷是說 多發性的小梗塞 因為有很多病點 我當時已經發言說 他還有一些症狀 跟那個 我有看那個核子公針掃描 還有看那個 大腦皮質 有些微塑的地方 那樣 那當時 我們就是判斷 跟那個 陳喬祺醫師 他看精神科的部門 他有看出一些症狀出來 我們那時候就 決定說 這個無禁一步檢查不行 一定要去醫藥中心 所以才去醫藥中心 去醫藥中心檢查以後 所以你看到他那時候 他還住這個北間那時候 他已經 已經 已經暑逃 暑逃後就決定說要去 因為一般有的人會說 他假批嘛 我知道的 信息是這樣 甚至立委要叫我去看 他還要提親說 會你比較注意 不知道 所以這樣你看起來 初步 初步就知道這鬧有問題 有沒有可能是裝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他怎麼 譬如說 我說我拿兩支精頭給他 說總統這幾支 他的回答 他不能說兩還是二 他就 這 兩 這 兩 那就兩了 這樣出來 時間很慢 我說這支幾支 他稍微的方法 他要用連接方法 他算一算一算 說是嘛 好 我來測試說 加起來幾支 他就算很久 算兩邊 一、兩、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四、五、六就是六 所以我知道他 要說那個 說不出來 但是他有一個特點 我根本 他很自我 很自我 他很自我 很自豪 因為他能力 很好 絕對可以說 所以 他會打扁去 將 徵手、徵腳上 徵手,講出來 他普通假的賣 假的他如果說賣他就像說七、五 他不認他打招呼出來 那個根本不得想測試 如果臨床檢查到這裡就知道有病 而且那特別的病 那特別的病就是說你怎麼檢查 都得到同一個結果 所以我知道這個腦部出問題了 當時還以為說這是一種小梗塞 卸掉火鍵的中風 而且核廁公正上面還有很多白點 所以說這可能要檢查 有可能那天狀況比較不好 反正更好 馬上說落 馬上說平衡 馬上說現場 不會 反覆測試也是這樣 那個口氣都這樣 後來我們這段時間開始 我就差不多兩禮拜來看他一遍 一禮拜到兩禮拜 你給他測試這個腳 你說左腳 他左右運不出來 我告訴你他左右 你為什麼要測試這個在做什麼 測試他的腳 沒有啦 一方面就是說 案後有一個部分在 在附著七別左邊跟右邊對不對 正邊跟左邊 一個部分在七別這兩個左右 他沒辦法去七別左右 但是他...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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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清楚 我是說這樣 我說 沒有你正手比兩支枕頭 左手比四支枕頭 他會比 但是他不知道 正手 左手就一邊 所以他要用連接法 我說不然這樣 總統 左手就一支 他要反應 他說 左手就是左手 左手就是 我們一個孫子左拐子 他都會歪道 左拐子就是左 就是這支手 因為都用這支手歪了 這支手就是 左就是倒閉了 後來他答案出來 他一定都正確的答案 我就知道說 從... 為那個不一樣的 神經學的檢測 就都條條道路通羅馬 通向那個病變的部位 所以我很有辦法 我出來我就說 這不應該的 這... 那腳呢 你知道他測試這個腳 這是要做什麼 我看到你... 很多方向要測試腳 要測試 軟還是左邊右邊 他為什麼我們這樣用 我們可以這樣速度很快對不對 你看那個 如果check到我們的那個特寫裡頭 速度很快 那他說 你說他才沒有辦法快 他的運動 另外一個所在的病變 就是運動期 譬如說我們眼睛看東西 就看這樣嘛 如果要看他正平 是因為眼睛可以回家正平 眼睛看倒閉眼睛會回家倒閉 他沒人回家 他看他正平眼睛倒閉 他要怎麼回家 頭看我過眼睛順我過 這是以前就這樣嗎 不會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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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下一個部位 現在在變這樣 我就知道 因為他以為很維繫的行為的檢測 裡面 叫身心行為的檢測 裡面 我就有辦法去判斷說 哪有什麼地方有變這樣 憑這麼... 這麼簡單的檢測 就知道說 他什麼地方出問題這樣 不是假的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會對你關起的時候人都好好感到嗎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比... 我們身檢科的診斷是普通都這樣 喝醉先看他有多少症狀 症狀放在那裡就有一個叫鄭厚琴 很多症狀接起來 我們才知道說 這是身檢科的什麼病 病例是怎麼樣 什麼原因引起的 在這段時間 鄭總統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 他的變成 他的破片的經過 有一個特徵就是 譬如說他講話大字 民主事議政他都停下來 前後一段時間突然就... 撈下去 撈下去 撈下去就是 在那個... 十二、十六 我記得... 十二、十六 那個... 馬總統的老師和孔榮節 去看他的時候說不錯嘛 再回到我... 我接到祖宗的電話說 來看他爸爸 他爸爸開始... 唱歌 唱歌 一直唱... 我說來看一看 是嗎 當然突然... 身檢科如果突然發生的事情 掌摩今天突然開始 大家如果知道 你又... 老婆如果知道 說是不是有中方 這樣 所以那時候說 變成又來了 我來... 鄭總統的... 身檢科的變成是階梯式的 突然掉下來 突然掉下來 階梯式的進行 這個... 原來的症狀不比較好嘛 掉下來又加新的症狀 掉下來又加新的症狀 所以這個就對我的... 他哪有發生什麼事情 的精緻有幫忙 我就知道說 又一邊一邊這樣 而且... 第二邊又發生的是... 大家如果是第一例 都想到說中方了 沒有人會懷疑 就是說今天做什麼 又中方了 這樣... 這個做下去 又沒有中方了 但是... 這兩邊的核酬公正掃描 我來合作會 去比較 結果... 就是有... 敵手的... 鬧的地方 它會發生病變 那那個病變 就跟我們來... 八點... 多少可以配合 所以... 他的經驗是... 鬧陰氣的... 毛病 這就可以確定了 因為過去... 大家都... 沒聲音說有病 那他... 他今年這麼老的幾歲 教你剛才說他的靜頭 已經呈現腦失智嗎 沒有... 這名腦失智 腦失... 部分的腦失能 部分的腦失能 對 腦失能 腦的... 腦的部分的功能熄了 其他... 他的地位他都很清楚 他的邏輯也很清楚 他如果... 他聰明到什麼清楚 他聰明到... 有的醫師去檢查 檢查不會出失意症 他說... 他如果在公正掃 就講得很順利 他如果在公正掃 他就說... 這樣偷偷失道一直講 不會大字啊 他不會大字的原因 他知道他怎麼想 所以我就... 我就... 有一次... 精神科在看病的時候 我坐在旁邊記錄嘛 看他如果在講什麼日的時候 會大字啦 結果我發言說 他如果在講名詞的時候 就大字嘛 比如說他如果講到政黨的名字 我本來... 他的大字的我都會記起來 本來我就問他嘛 我說... 他現在執政的洞 或者是西密洞 他國民黨說不出來 但是他在描述的時候 他不必要講國民黨 大家知道他在說什麼 對啦 所以就聽他說很順利 我就說... 他沒有... 不是國民黨 其他的政黨 合起來會做什麼動 說不出來 那個名字說不出來 但是他頭髮清楚 他知道 我就說... 在處理兩方的事情 李政緯總統那時候 有做一個檔委 那個檔委有做什麼 就是國統會啊 說不出來 但是他知道... 他知道... 譜出那個名字 找不出來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是... 今天的政眾 一般人在懷疑的事情 我都可以去... 改善到說明 所以我請教陳小琪醫師 是什麼樣的管理 會造成他今天... 一個好好的人 變成這種狀況 為什麼 剛才當教師說這個事情 其實是一個重點 是... 旁邊鬧有病 鬧... 他這個上海 不是大到說 你用一個簡單的東西 就看他出來 他用很精密的技巧 就看他出來 他為什麼要上去北洋 其中一個人說 北洋有那個技巧 可以看他 所以其實在北洋 可以再檢查一遍 那個東西更精密 所以可以 確認說 他鬧開始有那個上海 現在問題就是說 要怎麼解釋他這個上海 就對了 因為... 我們上岔去看的時候 柯教授上岔去看的時候 其實他的情緒的低落 那是很明顯的 明顯到說 普通人去看就知道 他站在那裡就... 有可能他跟你們騙嗎 不可能 很多人要問這個問題 你如果確定說 他沒有自己騙 你有經過什麼樣的 一個檢驗跟測試 醫學界有兩個說法 認為這是假的 對不對 優異 我們如果說我心情不好 所以要不要去喝一杯酒 心情看得比較好 這都不對 但是這是開玩笑的 但是一個人如果心情不好 那是表示他鬧有病 就叫做中癒症 那如果不吃油 沒有心理療 結果是不好起來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個人坐在那裡 無心 眼睛擦擦擦擦 都不要緊張 東西想不出來 他跟你說 我日常都不注意 我要來死 他這樣持續兩禮拜 你如果不來處理 他才會死 旁邊就是這個情形 他才會跟你騙 所以你如果回過頭去看這個事情 你剛才在問說 他為什麼會這樣 這故事 旁邊的故事 實在是 很大的人去了解 所以很希望媒體如果有機會去看 去去問 這是最好 不會提高說 我們這樣說麻煩 沒有人要信 不過現在漸漸有人在了解 怎麼說 那時候柯醫師 怎麼有說一些事情 是說 他第一次他來看 沒有躲也沒有衣 當都沒有 還沒問成 這感覺就這樣 其他的人 都可以去做康律 他都沒有 所以告訴我 他了解說 他是二十四點鐘 電池都來照 包括他 中便所 他便所都來照 二十四點鐘 是電池 我們在做動物時間 那廟 廟 廟 十四點鐘 電池要關起來 十四點鐘 要有電池 旁邊二十四點鐘 電池都沒有關就對了 再來 他二十三點五點鐘 習慣 他都沒有出門 他都沒有出門 二廟在做什麼 在旁邊 旁邊的書上 這個人是律師 我說我都沒有出門 我為什麼不為了 我自己去便賠 我便 你看看 兩年一半 開大頭髮 便兩年一半 問題就是 這所上的過程 黎明 黎明跟說有出門 黎明跟說沒有出門 所以 他這個 物理上的傷害 還有家上 心理上的傷害 那兩個 這些事情的地狗 怎麼可以先變化 這個變化 不是我們說 我心情不好 他那時候就是 所以 可能說 我們開始七月 五月去看的時候 到六月兩次 當然要看兩次 說這人心情不好 這是憂鬱症的現象 他都沒有心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火龍到地 但是沒有想到 別人出來 中醫症嘛 確認 因為他有那些東西 這給他證明 他才會 所以 你如果說 對這些不理性的傷害 又對這些 心理 跟認知功能的傷害 變化 這就很難 很難 這麼難 我們拆下的 跟我們臨場上的法 都完全一體 所以你說 他才不會鬱症 當然很鬱症 到現在 現在最嚴重 其實都沒那麼好 因為這樣 你說現在情勢還在惡化中 其實不好 很簡單的 他就覺得 他沒辦法想的事情 他本來都在想 每個人也批評說 旁邊就好 可是現在已經在北榮治療了 應該是慢慢要好轉了 我告訴你 就是說這個症狀 其實是 是腦變化引起的 這個 比一關 我們說有的憂鬱症 就好起來 他是算不好的憂鬱症 就對了 這個環境對他是 很大的傷害 這個很擔心 所以我們現在很擔心 一種 他是非可逆性的病變 那非可逆性的病變 就是說 他那種神經症的都搬魚了 脫鎖魚了 還是說退化去 那神經病會不會好 是在怕這個事情 所以 他在說 說他在嫁 那實在是很不天用的人 在說的事情 待會去看的人才會知道 所以在情形科技部分 我們所有的自備專家 這差不多都 情形醫療的理事項 都做過的人 我覺得這很嚴重的嘛 所以希望他可以等於引導 因為引導才能有好的環境 直擊性 有自私訊 可以了解他的政策 可以讓他感到 更好的環境 他才會更好起來 不過他現在也是一樣 感覺 沒有注意 他可能在寫 以前 其實寫的東西 我常常 那時候他還沒來白龍的時候 有時候要來看 看誰的東西 有時候他都 他自己的記憶在寫的 有的都不對的東西 就是我 買他去看的時候 我都鼓勵他 因為說 你有疼你才會 可以套幫他一些痛苦 因為最開始 我以前有說過 最開始 他把手腳抬起來 那對他很嚴重 但是做一個總統的人 一定要抬起來 而且要做求責 這對他自己 那時候 他做個總統的人 這兩針 這是民選的總統 他怎麼受到想 我都會把手腳抬起來 我在想是這樣 所以他抬起來 他要抬起來 他差不多就崩掉了 所以有三度尋死 就堅起來 自己又堅起來 都管了 都管了 我也不想要看 我都管了 那是滑倒的 那是滑倒的 哪有什麼意思 我們也不知 我們就自己的分子 對我好多的 你有真真 我有心心 只要有希望 每一次咱都會騎起來 天總是會降 路也又這麼長 不怕逢好我們真真少天 你說你會唱一首歌 天后心人結 這是我們隨你生的一首歌 溫暖的家庭 你樂的餐 現在不是一個最好的治療方式嗎 為什麼你們兩位 現在目前為止兩位都認為 你們的專業判斷不是假 我不知道柯醫師長期 因為你最早 我記得你最早在我的節目裡頭講說 你說這是什麼 精神方面的 那時候其實柯醫師很早點出了他很多問題 現在怎麼會情勢會是惡化中 現在北榮治療不是應該會好轉嗎 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想是這樣 當然陳水扁的病很多意思在於說 到底是正病還是假病 甚至說到底一個是有病還是沒病 還是裝病 我想是這樣 其實是這樣 我常說在我們這個世界上 反正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因為大家都 反正講的話都有錄音 錄音錄影 我想是這樣 我 我就直接講 阿扁有病 OK 而且他病得滿重 在現在 當然如果有人認為說他裝的 或是假的 很簡單 我覺得是這樣 馬政府也不要把老師派那個獄竹 什麼典獄長出來講說阿扁沒病 你就找個醫生去看 看完以後出來跟我們討論 大家專業對專業 就是說這個到底有病沒病大家來講 這個 我跟你講 我也先聲明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我也沒有當過什麼醫療小組 今天他被關起來 當然每個人都跟我當什麼醫療小組 招集人 OK好 其實我跟你講 我自己還有案在身 只是說 我是希望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社會 能不能多一點人情 少一點算計 就是說 有病就有病 沒有病 有病就把他 儘量看能不能給他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我回答主持人講的話 我就直接講阿扁有病 而且病還滿嚴重 而且還在繼續變壞 所以是這樣 有些你說那個神經性的 腦的萎縮 或什麼病變 那不見了會好 但是我也認為說 其實這個就很為難 剛才這個陳小琦醫師在講說 最好的情景是這樣 其實最好的情景 就給他回家休息 因為他當然就是 那個環境 即使在北中 當然是比北間好很多 但終究不是最好的環境 所以老實講 很多媒體在講 我說什麼保外就醫 我也不要求保外 就醫 到底該怎麼依大家來講 對不對 所以我去跟小英 跟蘇貞昌 甚至跟王近平 我都直接問一句話 我說阿扁病死在獄中 符合台灣社會最大第一 其實大家想一想也覺得說 那這樣應該要處理 所以我想是這樣 畢竟他也當過台灣總統 真的要把它削得細 我想也不是很好的方法 怎樣做對台灣社會比較好 總是大家有那個智慧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是這樣 我也知道 你問我說怎樣是最好 最好就是不要再給他關 你給他一個比較好環境會最好 但是這個有時候 政治也是妥協 這個 現在的環境再惡化是為什麼 現在為什麼會對它 是一種負面刺激 比方說你中風以後 你那個還是 神經細胞也不會恢復 而且如果那個問題 其實是這樣 我講一個簡單的故事給你聽 因為我是醫療小組的召集人 我每個禮拜開會 他們病例什麼都要給我看 有一次他們跟我講說 阿扁中風沒有吃飯 我說為什麼 我後來問他 因為早上那個林醫師什麼 什麼被放出去 他看了報紙 那你中風又吃不下飯 然後一下子又什麼 又給他起訴 又給他定罪 其實 其實我覺得 當然 你問我的話 我就說你阿扁 你心情爆開 你怎麼容易受到干擾 對啦 你可以說他血往不好 但是他就是這樣 你想要怎麼辦 我覺得他律師的性格 有時候害死他 他就是不服氣要替自己辯護 明白講 他以為我是這麼好的律師 怎麼寫答辯狀沒有用 這個阿 我跟你講就明白講 這也不是法律問題 這很多是政治問題 他就是不信邪 就是要拚要怎麼弄 又拚不夠 一直拚 拚就 就是這個樣子 你要怎麼扮 所以小菊在說 你為什麼現在還沒辦法 你想想看 一個人 好好的人 已經關了四年了 都沒有事 現在變成這樣 這個環境 當然比他還好 但是這個環境 還沒辦法 變成一直賣下去 他賣的情形 你可以看我 叫他寫的一句話 在九月十七 他寫一句話 他寫什麼 寫一位前總統之死 他就都想那四年了 你看他的字 過一個月後 他寫的是說 我會死在意中 十二月中 我來測試 你的測試 你叫他畫那兩個字 他用我們畫不出來 他沒有辦法見過 你說這兩個五角形的 這個是標準的 標準的 那個是他畫的 教他畫這個一樣的 畫不出來 畫不出來 三次都畫不出來 現在十二月你來看 現在換十二月 他說可以死了 你看那個字 已經變成壞了 他就簽名 怎麼看起來 都好像字在抖 對 那個時候 開始刺 開始就小跨小跨 現在 跟十二月中過 突然間 有八間城市 症候群出來 這樣 就手裡面在刺就對了 這些 這些就是 他的腦一定發生問題 現在很重要 像腦袋在這裡發生問題 我比較去分析 核磁共振掃描 原來我用立體圖 圍一個3D的模擬圖 這不是他真正的度 但是跟他真正的部位 那紅色的部分 就是他 哪有病變的地方 萎縮有病變的地方 這關都定了 這都定了 來 還有第二張 這是你如果 從頭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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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位都受傷 都一定 譬如說 他是怎麼說我的大跡 那是語言區 我們一個地方叫腦島 這個語言區 腦島 對 有萎縮的 對 所以都可以改遂 他的思語症 什麼都可以用腦的病變來改遂 他包括控制情緒 跟控制他們情感 優異的地方 都沒所謂 這都可以改遂 再來 還有一張 當然 如果左邊看到右邊 也是 像那個部位 就是用3D去看 現在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 這些腦病變的部位 我們扔下來 他是在 顏色的後面 的 顏色的腦皮質 還有腦島 還有性人和 所以手的手 沒有 那個 手的手 是那個 尾狀盒 我們說 Code Nucleus 那個機會 你說 有關優異 還是產生妄想 那是另外一個部門 都可以改遂 我們這個分析跟認定是 跟國外的專家討論過了 對 他已經有一個共識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並非你做說他做什麼 我們現在在研究說 什麼樣引起他這個病 所以我們從 引起他的病的高風險的東西 把它弄出來 譬如說 睡眠補党 他不可以睡 你當作這樣照 他又驚心 不可以睡不好 睡不好 我們就開始去找文獻 文獻找說 如果睡不好的人 萬人貴心或什麼 他的腦子切起來 是不是就是這樣 我們在做這個工作 結果發現 全世界文明的國家 根本沒有這個資料 沒有一個人 每一年四年都睡不好 來說來貴心 所以文獻找不到 找不到我們 我們從動物實驗去找 動物實驗到這個 位置 現在我們在比對 也是說動物一樣 睡不好睡就變變 跟他現在是一樣 睡眠被剝奪 這個抗尿醋 你如果沒有睡 都沒有睡 十天到十四天就死了 死的是你要牽腦起來 就有這種變化 但是尿醋比較單純 因為尿醋沒有以言七 沒有腦道 所以我們就要去找辦法 再去找 譬如我們包括以前 電子儲世界在 納粹在削猶太人 沒得到那個有疊問的報告 我們就要再找一找來比對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重要的危險因子 譬如說睡眠報道 呼吸中阻鎮 讓牠切陽 那個腦切開是怎樣 還包括經常給牠壓力 譬如說納粹在削猶太人是怎樣 牠關起來 如果說你一個禮拜後要穿衫 然後就要按起來嘛 很快 因為牠是要怎麼做 你如果簽帝是有症狗的 你如果慢慢給牠壓力 那個人死不症不症了 所以我們很怕說 你把一個人關起來說用各種方法 那種方法是以前實驗過可以有效的 讓一個人腦失能或者死掉的方法 那並不是不能求證的 我們要從文獻 那一定要跟國外的機構合作 一個一個去把牠找出來 包括朱節的勃斗 包括經常的那種刺激 還有就是一個人不要讓牠 讓牠有時間 地點跟人的定向 你能知道嗎 我如果檢查我每一個人問牠 就是說 總統你能知道今年 今天是幾年幾月幾幾百幾 答不出來 答不出來 我以為想說是明明 牠那個師父說不出來 結果我還反呼求證 明明 他都會回答一句話 因為他很自豪 他很自豪 他很自豪 他認為說 很有自信 他說剛才會回答不出來 所以我如果說這句話 他說那對我沒有意義 這個 你問的時間 地點都對我沒有意義 我不能領悔那個心情 有這邊就是說 運動對總統很重要 你一個人 冠冠冠冠那些的運動 我說總統 我的規定 現在一次你要怕萬五步 這樣 我送你一台寄不去 牠在這裡 因為我都一台寄不去 他就說那是危禁品 我第一邊知道那是危禁品 我說沒關係 不去不去很簡單的方法 你走十分鐘就是一千步 你如果萬五步這樣下去算就好了 他說我不能有標 那是危禁品 再來我說沒關係 沒有你房間有市場嗎 他說房間也沒有市場 一個人喔 你如果看他四年他不知道現在是幾年幾月幾季幾分幾廟這樣 這樣 這樣他的認知當然差而已 你如果說 他要免費的是 我沒有去跟他看那間房間 我條工去 加他的益政博物館 1.38平 去看我 去免費的是什麼 免費的是家人的人還是他的朋友 他的老部署 要跟他寄民是他帶來的 要寄民的人 寄一個蚊蚊 用電話這樣說 他又有的不敢說 他每一邊來都說很好的 他覺得說在裡面不好還對 而且大家還不是說很專業 他能夠正宗也不知道 所以一個人喔 如果人地時的定向把它剝奪的話 那個腦部會產生怎麼樣的關係 我文獻找一找 普通人不用半年 他的認知功能就壞了 然後他的老化會快速 得到失智症的機會也很大 得到任何一種 腦退化疾病的機會也很大 所以並不是陳總統的 治病年齡 我們沒有辦法找出來 是我們還要很努力去找 我們現在一項一項找 大家分工合作去找 找到要 把所有的危險因子都放在一起 我們請流行病學的專家 譬如說跟陳建仁教授 彥室 他是專門在決定說 這個邊是對一個因素引起的 做了以後 又跟他討論 最後 絕對會水落石出 到底是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是光線呢 光線是 四當來 十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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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自己說 十字光不知道怎麼說 十字光的亮度 在那裡照 還有二十四休息 包括他在尿尿上廁所都會去 這樣 他的威脅都很大 像陳小姐醫師 他們都認為你是藍營的 對不對 可是醫療要分藍綠嗎 醫療沒有分藍綠 你過去也幫好團隊做過事嗎 包括馬團隊也做過事 我在私立醫院工作 其實我的病人裡面 我是張曉教會 我家裡是張曉教會的 所以張曉教會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非常 主張台灣獨立的一種 一個教會團體 那你去用立法的想法 台灣還可以做出 我覺得從這些 剛才陳教授的這些想法 是讓我想到一點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政治人物不可能沒有壓力 這個壓力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處理 其實要非常的認真去想 可是你們讓我想到 就是說你們一直認為 他的病情是快速在惡化中 那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因為我記得 你說四年之內 對 可能會怎麼樣 這會不會 我主張的應該 會不會危言聳聽 你知道他四年之內 可能會發生其大的狀況 應該是讓他 讓家裡 讓這種 所有會造成 他惡化所有的危險因子 都應該用醫療的理由去停止 或者要促成比較正面的 包括 我趕快對 跟處理的人 住這會 這是 你再想好的便宜 去醫療還是 你如果繼續 我們促進 促進 第二個 他所有的 所以你們懷疑現在他是 有接受正確的醫療方法 我剛才說一遍 就是說 政治人物 包括阿扁 阿扁 你如果事先 如果他也不知道 他會遇到這個 慘烈的結果 不然 他這個 過程 在分析 他這個過程 地高的變成這樣 當然很多是 自分現 沒有嚇到 還要去推論 他的原因 但是對阿扁 這個事 我們大家去想 政治人物 其實是 超過我們的想像 他其實一直覺得 有時候 自己去變成這樣 變成這個過程 地高的做生 營養的傷害 他自己不知道 這就是 我們 我們想 我剛才在說 就是說 這個傷害 哪時候是不可逆性的 這個人是 總統 這是全台灣 最優秀的 律師 最好的 最優秀的 政治人物 他剛才裡面 很多東西 這是地府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把它 做成這樣 你怎麼沒有 有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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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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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有勾勵 他這些東西 我看 如果我看 真的 再下去 絕對是 你說不太久 我們不知道 有什麼關係 他跟其他受刑人 受到同樣這種代言嗎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是台灣的預證 都是這樣子 是更糟糕 所以可以是 沒有啦 對 很過分 要等著他回去 很過分 那如果回去呢 沒有啦 你要聽實話的話 我就明白講 他現在回北間只有兩條路 一個 一個自殺 一個發瘋 這個當然 當然你會說阿婷怎麼休養怎麼猜 沒辦法 就是這樣 封早就封了 其實他已經 我是覺得 接下來是連發瘋的能力都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有時候醫療上有專業 我以前在 好像這個在媒體採訪的場合 我就講說 我說這四年來絕對出事 才講完兩個禮拜 就是被送到屬立台灣院去 對不對 要相信我們的專業 我常常是這樣 你不要每次法務部都派那個 玉竹 就是那個也不是醫生 也不是什麼醫療人 出來講說阿扁沒罪 我跟你講 我剛才講過 都有錄影 有錄音 你去調以前的袋子出來看 法務部長怎麼講的 法務部的次長怎麼講的 典議長怎麼講 不是說阿扁沒病嗎 我跟你講 今天北榮也不敢說他沒病 北榮也是 也是一個燙手山魚 不曉得怎麼辦 現在北榮也知道 不 現在北榮也有說他沒病 他也說他有病 可是不曉得怎麼處理 因為那種環境就是這樣 當然 當然 我想是這樣 身心健康 就是生理心理 當然 我相信他也許就是生理上 也有一些問題 但是心理上還是一個很重要因素 就是加成 就越來越差 我也覺得是 我想是這樣 還是那句話 在這個台灣社會 多一點人性 少一點算計 甚至少一點報復 有時候 你讓他死在裡面 你認為是政治報復 不是說 這是爽 我跟他 爽 這是毛路寫的 不是他講的 不是 我覺得這不需要這樣 你對他們有什麼 就要這樣講好了 做一個醫生 有時候你看到腫瘤 你知道 難道一定要把他割掉 不一定 你可以有化學治療 有放射治療 甚至有酸塞 還有電燒 甚至什麼事都不要做 就安寧療護也是 也許 也許 有某些人對阿扁會長 恨之入骨 一定要把他幹掉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你這樣做是對台灣社會 是比較好 所以為了台灣社會說比較好 應該怎麼處理 難道大家會沒有智慧 可以處理這個事情嗎 我以前講過一句話 你們如果不相信我講的話 我說馬英九 如果不相信我講的話 那幸運講的 難道你也不信嗎 對不對 阿扁真的有病 這個 如果要說他沒病 很簡單 你不要派那個司法專員出來講 派醫生出來講 然後也不要 你就進去看他的病 病例讀一遍 然後實際給他做一些檢查 你再出來講 看哪一個醫生說他沒病 你去找吧 請司法院去找 所以如果按照你們這樣分析 他這樣繼續下去 也沒有所謂的 讓他回到他治療方式 你有沒有認為家人接觸 這時候非常重要 依照現在 甚至如果回北見的話 陳醫師你判斷 未來會怎麼演變 普通就是治療準則 這方面的疾病 在歐美先進國家 第一條一定是跟這個家裡的人住在一起 因為他對原來的環境才能夠啟發他原來的神經進入的恢復 像語言名詞施語的改善等等 那個基本的原因就是那個動機跟環境要配合才有辦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減少壓力 減少壓力也是不是說我們講的這樣壓力 譬如說你所有的舒瓦案件暫時把它冷凍 為了醫療的理由你給他冷凍兩年 給我們醫療人員一個空間跟時間去治療他 你們稍微好一點安定一點 就再刺一遍 那個沒完沒了 你只要這樣說一直刺一遍 對… 他未來可能怎麼樣 你講說四年之內可能真的 你起碼給他一些時間 一個時間給他讓他恢復 這個以前判斷過 還沒有送到北榮的時候 就評估 假使用北榮精神科醫師當時的判斷說 你即使藥物治療要有效 也要九隔夜到兩年 他們講的 我假使用他那個兩年的時間來講 那也許就是 你這兩年裡面暫時把它冷凍 你現在打氣瘦 打氣瘦什麼 那個有什麼意義 那個根本沒有意義 所以台灣的社會還有各界 那個本來不是醫療問題 那個應該是司法 法律界的問題要去考慮 來 柯醫師 你怎麼看把政府處理這個事情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樣 還是那句話 多一點人性 少一點算計 甚至少一點暴火仇恨 台灣社會好一點 當然你問我說 你為什麼會出來幫他 應該是這樣 怎樣做對台灣社會比較好 做一個知識分子 總是有自己的想法 另外老實講 我也很不希望說 人家說我們台灣社會 人情能亂 說起來 現在阿扁 弱難大家閃閃閃閃閃閃 他沒辦法休息 他那種律師性格 就一直受刺激 就一直要反抗要幹什麼 沒有用 你問我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再干擾他 然後給他回家 給他休息個兩年 看能不能恢復 如果那個神經細胞 真的是那種類似那種 中風梗塞掉 那也是不會恢復 不過至少不會變壞那麼快 但是我也知道 台灣這種社會就是藍綠對抗 所以我說 我以前也講得很誠懇 老實講我去跟王金平講的 我才講得非常誠懇 我說 我沒有讓他出來搞一邊一國 你從這個到保外就醫 有時候藍維又覺得不高興 總是在一個範圍內 台灣社會最好 能夠給他最好一點照顧 總是大家可以找一個平衡點 所以我想是這樣 還是那句話 多一點人性 少一點仇恨 少一點算計 台灣社會會比較好 我覺得在這 過去的旅行 我頓人有ث 會讓你介意 我敬死 有 writ 我敬死 我敬死 好 我敬死 我敬死 我敬死